夜舞 封杯进来了 烈烈 向右看圈 向前看 向右转 向右转 您听过军校吗 小孩不乖 是不是送去军校就会变乖 军校是不是很好都有花零用钱呢 如果您对以上都感兴趣 或不感兴趣 也还是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人生就是来讲 人生就是来讲 大家好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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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讲讲爸爸的 老中 好的我的国中生活了 跟一般人呢 也不见得不一不一样 也有人去读那边的 我是读了一个学校 叫做中正玉校 你们知道什么是中正玉校吗 中 对它是军校 中正玉校呢它不是传统的学校 它就是军校没有错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是 对啊我们不像是一般的这个 国中生就是在你家附近就读书 像你们现在都是在家里附近读书 好会喔 好严格 是也不会啦 他呢当时呢是在64年 由这个蒋金国先生呢 他呢创立的 他是院长 那军校里面的生活呢 是的确是很严格的喔 你要会有很好的体能 就是比如说喔 我在一天的生活是 我早上起床要折这个 棉被要折豆腐 棉被要折成豆腐喔 像你们现在的棉被都乱糟糟的 就是弄成一团 对不对 没有吗 你有折棉被吗 有 然后呢我们的那个皮鞋 我们是穿皮鞋 皮鞋要刷 刷钢头鞋刷得很亮很亮 然后亮到可以当镜子一样照自己喔 我们穿的皮带 皮带呢中间那个铜片铁片 也是要非常金光亮亮 我们都要擦那个铜油 让它很亮 那再来呢 还有什么呢 像早上我们大概 我忘记几点了 可能六点就要起床了 小朋友大朋友 可能还在睡 对不对 在我们六点起床 起床之后呢 我们就要整队 之后去餐厅吃饭 我们餐厅吃饭都是固定的 没有什么自助餐 什么你可以自己选 然后我们是拿着一个铁盘组 然后逐一的去 会有人打菜给我们吃 这样子 那么其实其余的时间呢 其实就是上课啦 就是说跟上一般 国中生的课程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中间会有 就下课的时间嘛 就下午时间 有40分钟的运动休息时间 那可能每个人会决定自己要做什么 那像我就是喜欢打篮球 我就去打篮球 那打篮球呢 我们光是打篮球喔 教室到球场 你知不知道就要跑多久了 用跑的喔 跑多久才能到操场 可能就要10分钟了 来回就20分钟了 很长对不对 没办法 因为那个校园太大了 然后呢 军校里面会不会有女生 学生全部都是男生 教官也都是男生 只有可能老师是女生 那我们看到教官就要敬礼 要这样 或者是学长 学长好 教官好 你们会不会在学家要这样子 就是一个传统 就是对学长师长的尊敬的意思 对啊 好坏喔 其实也不管好或坏 但是在团体 在团体里面就是要尊重那边的一个习惯 那继续呢 再来就是说 在里面功课也很重要 不是说进去里面只有停而已 如果功课不好啊 好像不及格还怎么样 你可能会被 被留下来没办法放假之类的 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当时要去读军校吗 因为你有当时的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你也知道爸爸很喜欢 这个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当时呢我就 听说呢 那个 一进去就有零用钱可以拿 一个月好像有 一万多耶 国中耶 就有一万多可以拿 对不对 但是呢 实际进去呢 他还是有控管喔 一个礼拜只能拿200块钱 最后呢 爸爸觉得不适应里面的生活 然后看到很多的同学 他们都就是退学 所以我也觉得好像外面的世界很好 如果以后你们去读军校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喔 那还是现在就去读军校 好 真的假的 读军校你知道怎样吗 就住在那边喔 住在高雄喔 衣服什么 衣服在里面要自己洗啊 在里面你只要穿里面的制服啊 里面会发制服给你啊 然后你就是可能住在寝室 是五六个人一起睡 那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你不是好吗 不是想去读吗 为什么又不要 一个人睡太空 讲太多 没有办法 以后为了你们当兵 可能也是要大家 我不要当兵 不行啦 规定啦 所以想要读军校吗 不想 不想啦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呢 在里面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也就是说我独自一个人去那边生活 然后在那边认识了新的好朋友 后来退学之后 我还是时常做一些梦 就是梦到我还在读中正育校 好恐怖喔 我觉得那个就是 自由被 剥夺的那种感受 礼拜一到礼拜五 就呆在家里完全不能出门 那个自由就被剥夺掉了 是不是 不行 不行 还是要线上课程 好了 那咱们今天的国中的中正育校篇 在这边就分享到一段落了 以上代表我个人的感受心情 并不代表每一个人 那虽然说这个志趣不同 但是没关系 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 好好的发挥 那就很棒了 我们就下次见啰 完成就是来体验 人生又是来走 夜悟风飞进来啦 欢迎收看 下次再见 爺爺就是我们保家卫国的职业军人 爺爺从军公职三十多年 虽然爺爺职业军人的关系 我们总是聚少于多 但爺爺的精神一直与我们同在